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心的主播 洪簡婷會加入我們 都一早安 趙雯早安 伊達白安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一大早我們要聚焦的是 尾巴戰爭越演越烈 那麼伊朗的國防部長就表示 中東的情勢可能會失控 沒錯 因為現在整個區域 真的是非常的緊張 那伊朗這邊 其實就警告以色列還有美國 因為現在以色列跟哈馬斯之間的 戰火是越演越烈 那整個中東局面 確實各個國家都等著 再看 會不會就真的一觸即翻 然後爆發這個區域性的戰爭了 那美國國防部長 他也就說了 如果今天情勢真的升溫的話 美國當然就會來採取 所謂的適當行動來因應了 哇 聽起來不太妙 眼看中東的烽火機 要失控了 那麼以色列也暗示 他說只要地面部隊準備好了 隨時要進攻 加薩恐怕會成為世界最大的粉場 沒錯 這真的讓各國都非常的緊張 而且以色列政府其實這幾天是不斷地 透過不同的管道在宣告說 大家準備好了 我們其實已經獲得批准 隨時都可以進入加薩 要從加薩往外看 看到加薩內部的狀況 也就是在說了要來進行地面戰 而且也一再地在表示說他們不惜一切的代價 就是要來消滅哈馬斯 就算要打持久戰 就算要花一年以上的時間 他們也都會是在所不惜的 那其實美國的軍員 應該也會趕上這一波以色列的進攻 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就要持續帶您來關注到的以色列 還有巴勒斯坦 伊斯蘭組織哈馬斯的戰火 現在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擔心 是不是會有連環爆的狀況出現 來開闢更多條的戰線 那甚至把整個中東都捲入了戰事 所以我們在螢幕上看到 這位就是英國的一位退休的海軍司令 維斯特上將 他就表示了 如果目前的局勢持續的惡化的話 可能就會出現一套分為六個階段的劇本 那其實現在以色列 已經和北邊的黎巴嫩 敘利亞都已經發生了交火的衝突了 如果持續擴大 就可能會讓這些國家背後的俄羅斯跟伊朗都出手 那這時候英國跟美國 都有可能會直接向以色列 來派出地面的部隊來馳援 那我們首先先來看看 到以色列目前的狀況 因為十月七號遭到哈馬斯的襲擊 所以造成了以色列 大約有一千四百人死亡 那目前大概是還有兩百人 在哈馬斯的手上當作是人質的 所以以色列當然就立即宣戰了 主張有自我防衛的權利 要來採取報復性的回擊 這在國際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隨著持續的 對加薩的圍困還有攻擊的強度 所造成的平民傷亡數字 現在看到是快速的攀升 來到了四千多人死亡 然後一萬多人受傷 世界各地其實是已經出現了一些反彈的聲浪了 那以色列也已經說了 他們要從加薩來看到整個局面 也就是要全面來發動地面戰了 然後也再度要求加薩北部的居民要往南撤離 我們要看到的就是要要求居民撤到螢幕上 有個淺淺的粉橘色以南白色的這一塊 以色列就是要求加薩居民要撤到白色以南的這個區域 那這條線叫做瓦帝加薩 以色列還警告了 如果居民繼續留在瓦帝加薩以北這個粉紅色 粉淺橘色的部分 就會面臨到生命的危險 而且很可能會被直接認定是 所謂恐怖組織的同謀 那這一點就可能會成為整個戰事的轉捩點了 因為一旦加薩的死傷繼續的攀升 哈馬斯的盟友也就是已經持續在向以色列北部邊境 發射火箭彈的黎巴嫩真阻擋在北邊的部分 就有可能用更強力的力道來介入這場戰爭了 好 我們看到以色列總理是提出了警告 其實也不只是以色列 美國也不斷地在要求 尼巴嫩的真主黨不要來輕舉妄動 那根據剛剛講的英國退休將領 韋斯特的劇本 如果真主黨真的介入了 就來到他的劇本的第二階段 那這個階段其實對以色列來說 會是真正的麻煩 因為以色列一起來都把真主黨 視為是比哈馬斯更大的威脅 主要的原因就是 真主黨是擁有更加監禁的武器的 包括非常精準的導彈還有無人機 而真主黨的背後的支撐的力量 其實就是伊朗了 那我們看到伊朗其實距離以色列 是有一段距離的 但是對伊朗來說 他這四十年來一直要追求成為 整個中東區域支配地位 但是如果他今天真主黨都已經捲入了戰爭 伊朗卻袖手旁觀的話 可能就會影響到他這個想要成為支配地位的戰略了 那同時伊朗其實自己是有非常多的顧慮的 因為如果今天真的伊朗參戰了大舉的來攻擊美國的盟邦 也就是以色列的話 對他自身來說 其實損失是會非常慘重的 而且而且伊朗的內部這幾年 其實本來就已經不太平靜了 一方面其實伊朗現在面臨很大的困難 就是有經濟的危機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內部的民眾也有非常多人是不滿 國家神權統治者這樣的聲浪是越來越大聲的 所以對伊朗來說 到底要不要捲入這場戰事 自己是有很多的考量的 和會提供跟臨的 他會有什麼的 和我相反的 我會意見到 和壓迫 在這方面 和戰爭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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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 我會擁有 我會悅慌 我會感到 在這一個 黑了解戰的 美國 和 用意見到 任何衡 和製迫 某製 我們剛剛看到是伊朗外交部長所提出的警告 但其實他的言外之音可能就是希望這一切可以受到控制 那如果依照剛剛所提到的黎巴嫩正式的捲入戰爭了 那韋斯特就認為了俄國所支持的敘利亞 很可能就會藉機的介入了 這也是讓普丁可以把手伸進中東地區的一個手段 這就進入到第三階段 其實以色列還有哈馬斯的衝突 真的已經是轉移了社會大眾對烏克蘭的注意力了 這件事情本來就對俄羅斯對普丁來說是相當有利的 那其實也引發了烏克蘭的擔憂 責倫斯基就已經說了 美國還有歐洲會不會就這樣子疲於奔命 也大聲的呼籲 不行 我們這裡還在打仗 而且也在持續的被轟炸 希望美國跟歐洲 還是要持續的來馳援烏克蘭 但是也非常擔心 是不是因為這些歐美國家 也要來援助以色列 就來分散了對烏克蘭的支持 那事實上現在英國跟美國都已經派遣了 陸軍跟海軍的力量 要來支持以色列打擊哈馬斯 我們也看到其實很多的軍務都已經運送到了以色列了 那希望可以來威懾 可以來維持地區的穩定 如果今天戰線一旦擴大延燒 就進入了第四階段 連很多考量的伊朗都真的出手的話 那就很有可能會讓英國跟美國不得不來採取手段 也就是會直接進入威斯特劇本的第五個階段 那就像美國國防部長在二十二號 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的時候就說 建議強烈的建議任何的國家或是團體 都不要利用現在所看到的不幸情勢來尋求擴大這場衝突 那如果衝突一旦擴大情勢升溫的話 美國會保留自我防衛的權利 而且也會毫不猶豫的來採取適當的行動 那引爆中東大戰的最後一根稻草 可能就是第六階段的 也就是燒地阿拉伯的介入了 那伊朗其實是長期支持夜門的胡塞武裝組織 那現在胡塞其實正在跟 沙烏地阿拉伯來交戰 跟伊朗的共同點就是強烈的仇視 美國以及以色列 那美國在宣布力挺以色列之後 就其實已經有一些武裝組織 開始向美軍駐紮在敘利亞 還有伊拉克的基地來發射火箭彈 也傳出了有傷 受傷的狀況 而胡塞組織向沙烏地境內發射 伊朗製的導彈 其實就已經讓沙烏地阿拉伯 非常非常的不高興了 所以局勢一旦陷入了大規模的混亂 恐怕就會讓沙烏地阿拉伯 也不得不捲入了這場戰爭 那也就是國際上最不樂見的狀況 所以現在國際就非常擔心 而且是努力要來避免這樣的狀況 這樣是最不好的第六階段的劇本 真的會發生 那在尋求以哈戰線 不要持續擴大的同時 更希望是不是有方法 可以徹底的解決以色列 還有巴勒斯坦長期以來 這樣子的衝突 我是杜希 持續帶大家來關注的 就是已經進入第三週的以色列 還有哈馬斯的戰火 究竟有沒有可能出現 和平解決的曙光呢 那為了力求停火 還有防止戰事的擴大 更要徹底要來解決以色列 還有巴勒斯坦之間 幾十年來的暴力衝突循環 就看到有許多阿拉伯國家的領導人 還有歐亞非以及南美洲的多國代表 在十月二十一號的時候聚集在埃及的開羅 來進行和平峰會來進行磋商 不過其實在這場峰會上面 哈馬斯以色列都缺席 背後的支持力量 俄羅斯呢還有伊朗呢 這些影響力量也都沒有來 那美國也只派了駐開羅的大使館代辦來參加的 所以最後的結果其實真的是成效不彰 是連聯合聲明都沒有產出的 所以中國的代表也就是中東特使呢 就特別就說希望是要由聯合國 來再度召開一個更具有約束力 更有力量的協談的會議 不過在這個二十一號的會議上面 是有許多國家都紛紛強調了 要讓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兩國方案 才有可能真正的來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也要來看到其他國家 所達到的最大公約數 讓兩個國家是分別獨立 分別有自己的國家自己的領土 但對於以色列還有巴勒斯坦的人民來說 他們自己買不買單呢 根據巴勒斯坦政策調查研究中心 還有美國的一個皮尤研究中心 在今年初所做的民調就發現了 其實我們看到從人民的角度 對於以色列還有巴勒斯坦分別建國 分別和平共存的兩國方案 支持度都不算太高 持有32%的巴勒斯坦民眾是支持的 而看到以色列的部分則是35%的 而且根據這兩個民調中心顯示 這樣的支持度 這幾年都有非常顯著的下降 特別看到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支持度有44% 現在是下降了九個百分點的 那如果看到2013年 當時支持度是更高的 有五成也就是50%的以色列民眾 是支持所謂兩國方案的 那現在看來是下降了15個百分點這麼多 那另外如果說巴勒斯坦要建國了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 到底要怎麼建國 怎麼樣才有可能實現獨立呢 那其實隨著對於兩國方案的前景 越來越多人是不看好的 所以也有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認為呢 武裝抗爭才是結束以色列佔領 實現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最有效途徑了 巴勒斯坦政策調查研究中心的民調呢 就調查了從2022年到2023年之間 支持武裝抗爭手段的巴勒斯坦人呢 從41%增加到了53%了 那相反的支持協商談判手段的比重 從本來的30%是降到了20% 所以呢其實我們也可以想想 這個是在這一次的戰火發生之前 所做出來的民調喔 如果現在戰火持續當中 或者是戰火真的終於停稍微停火的時候 再來做民調可能結果又會相當的不一樣了 那讓我們回到當前的戰火來看 其實以色列真的是決心要來見面哈馬斯 就算呢對哈馬斯的戰爭呢 恐怕會持續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就如以色列國防部長格朗特所說的呢 不管怎麼樣呢 他們都要對這個掌控加薩走廊的武裝團體 來進行最後的一擊 讓未來就不再會有哈馬斯這樣的問題產生了 立刻下載靜新微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